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表单相关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看 Boostdrop对表单孔介的支持 我们切换到这个文档 这个Boostdrop的这个中文文档 我们找到被支持的孔介 Boostdrop对我们 FTM25所有的这个表单孔介 基本上都做了这个样式的这个控制 他这个注意这句话 只有正确的设置了type属性书的空间 才被赋予正确的样式 如果大家看Boostdrop这个原代码的话 他这样设的 比如说我要他格式化文本 他是这样格式化的 input 然后通过属性选择 type等于text 然后给他定义样式 然后给他定义样式 比如说color是灰色 是这样定义的 主要他是用了这样的选择器 所以我们在使用表单孔介的时候 一定要赋予正确的什么呢 type属性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输入框 那输入框呢 我们上一节已经用过 这里也给你们举个例子 input type等于text 那这个输入框 你给上一个form control 那这个输入框就占满全屏 那系统也是boostdrop对这个输入框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焦点啊 这些效果已经做了一些什么呢 全局的格式化 只要你type给上他就OK了 这是输入框 那么再看文本域 那文本域呢 我们知道它是我们可以通过行和列来指定文本域的什么呢 宽度 那这样吧 我们在我们这里边再写一个例子 加入一个文本域 我复制一下输入03 Ctrl位 这个叫输入04 好吧 这个不要了 留上一个 这个呢 我们用一个textarea 文本域 文本域我们可以用行 几行呢 比如说是四行 call 比如我指定是20列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边指定了from control的话 from control就是把文本域放成百分之百 放成容器的百分之百 你指定列是不起作用的 好预览看一下效果 注意看 你设列是不管用的 行能不能起作用呢 那么给上八行 好刷新一下 起作用 注意 所以对于文本域来讲 我们设了from control以后 它就占满全品 占满这个容器 然后这个cost 就设多少列是不管用的 所以这个列就不用设了 这是我们的文本域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看我们的这个单选框 select 下拉框 好 直接把它换成下拉框 select name等于随便吧 这给一个option 是option group 中国随便给点东西 value 选择中国的时候返回 返给服务器的值是1 我们这只看样式 管它这个值 所以不改文字了 运行看一下 系统默认对它做了一些什么呢 这个样式 对它大小样做了一些控制 那看一下我们这个文档 中文文档 下拉框 下拉框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指定什么呢 form control 当然 我们也可以在atmr5里边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多选 注意可以指定个多选 这地方如果我们指定一个class form control form control 给一个多选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就变成多选模式了 这是atmr5所支持的一些特性 所以这个呢 没什么说的啊 下拉框没什么说的 关键我们看一下 这个多选按钮和单选按钮 那多选按钮和单选按钮呢 它存在一个 这个组件 就是我们这个单选按钮 就是按钮框和我们这个文本 它俩的关系 这地方呢 这个boostrap给我们定义了这个写单选按钮这个标准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form group里边 这样吧 我单独定一个 比如说把这个删掉 这个不要了 比如说这我们定一个dii dii里边我们先给个 先给一个label label比如说我们这儿是个男 然后再给input type等于radio name等于6 value等于m 我先写一个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男他 但这样做呢 有时候不太好控制你屏幕大小换的时候不太好控制这个文本和这个组件之间的这个距离 不太好控制这个事情 所以呢 那boostrap给我们定义了使用单选框和多选框的这个标准 那怎么使用呢 我们是这样使用的 注意看 这样使用的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div上加一个classcheckbox或者radiobox 或者radio 然后在label里边这样给controlx放到这儿 label是这样写的 label标签把这个inputradio扩起来 然后在这加一个什么呢 好运行看一下 这样呢 就好控制这个boostrap自动给我们做了这个文字和组件之间的这个什么呢 距离 所以在使用checkbox和radio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都按他这个标准来 那比如说多选框的话 我们是这样做的 div 上面的类选择器 给classcheckbox label label里边呢 比如说 中国 中国前面给的input tap checkbox 当然你在这个上也可以指定它的classform control 好 这一个Ctrl C Ctrl V 给上三个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哎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我看看中国三个中国 看看啊 FORM 啊 不要它了 哎 还不行 我看看啊 加了一个 不加这个啊 多喜欢你就不要加这个东西了 FORM Ctrl Ctrl S 这样的效果 默认是纵向排列啊 纵向排列 要选中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checktid 在html5上 像这种checktid的这种属性 直接给单属性就行了 不需要指定值 好 他就选中 这是我们的多选框和单选框 要综合什么格式呢 在记住在label 首先是个div div里边给 类选择器 checkbox 或者是radio 这是bootstrap 帮我们定义的这个标准 所以以后使用单选框和多选框的时候 都按这个标准来写 首先在div里边给 类选择器checkbox 或者是什么呢 radio 然后在label label把什么括起来呢 把我们这个文字和这个单选和多选按钮 给括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水平排列的这个 checkbox和radio 好 在这个文档里边 我们有找到我们的被支持的孔件 往下找 那这地方我们只需要指定一个 主要 给label指定一个 checkbox inline checkbox inline 就ok 我复制这么三个 copy一下 把它放到一个div里边去 先给 先给 两 注意看 这么 第一个label指定是checkbox inline 然后这是checkbox id option 我就都删掉 要不然影响大家的这个实现 咱说现在没有没有用它 没有用它 input 第一个 好 第二个 第三个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那这三个 那这三个checkbox呢 就水平排列了 那当然这个div上 你也可以给它一个class checkbox 也行 当然你用radio inline 也行 这一方也是个checkbox inline 当然还有radio inline 那看一下官方这个文档 也可以由radio inline 好 这是我们的单选框和多选框 那注意再看不带文本的checkbox和radio 那不带文本就很简单了 直接label上就不要这个文本了 直接label上就不要那个文字了 就完事 那么再看静态的空间 静态的空间指的是 这个开箱效果 email的话就不要用户输入了 直接是email 将来我们这个email可能是从 用户的cookie来获取 所以这个不需要用户输入 那怎么用呢 主要如果需要在表单中 用一号重文本的这个label 放置在同一号 我们可以用给p标签增加一个 form control static 这样的类就可以 好看一下怎么做的 div 这有form group form group 支持一个表单项 label呢指定了email 这个东西 这地方用了三格 这地方是两格 这地方占了十格 然后这地方不用什么孔件 只用个p标签 p标签一定要加个例 选择的其实 form control static 然后一个行文本 这就作为一行文本了 好 这是一个静态的这个孔件 这大家自己下去试一下 我在这不给大家 也试了 好 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讲一下表单的这个孔件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表 孔件的状态 孔件的状态以后 获得焦点 禁用 止读和焦点状态 好 那我找一个input吧 我在这加一个文本框 给大家做一下 div class form control form control里边给个label 用户名 input typed in text tl也行 电话也行 好 这里方给个 focu focu autofocus 自动 自动获得焦点 就是音面加载完以后 他自动获得焦点 这是focus focu focu s 没有那是 autofocus autofocus 那么再看一下 给他 给了一个文本吧 place hold 输入电话号 好 这是focus的状态 也就是当他获得焦点的时候 boostdrop呢 也给我们定义了一个获得焦点的一个样式 其实就是外面加了一个这个模糊蓝色的一个框 好 那把它再制为什么呢 禁用 disable 后面就不需要给之了 disable等于true 直接给disable 那就是把它禁掉了 注意 这就禁掉了 禁掉的状态 那我们也可以在fieldset里边 这地方我没有给fieldset fieldset里边给disable disable 好把disable删掉 disable直删掉 因为在shmail5里边 如果这个属性的值等于true和false的时候 直接用属性出现就行了 好 运行一下 注意 这样的话这个fieldset里边所有组件 都用不了的 这是我们 被禁用的fieldset 那么再看一下止读状态 再看一个止读 止读状态 那我现在把fieldsetdisable给他 删掉 主要这是全局的一些样式 只要你放到form control 其实是form control里边的这个状态 form control里边的状态 这个能说是form group 这是form group 这里加一个form control class form control 好然后我们在这地方加一个 嗯 read only 只读 它默认就会有个状态 只读状态啊 就变成只读状态了 当然也有刚才我用到disable或者 这个out of focus 当它获得交点的时候 变成这个状态 好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状态 就是我们的 交业状态 交业状态在我们这个文章上也有制度 交业状态 交业状态我们是用has开始主要 我们加一个has success 好用一下has success 好用一下has success 在我们这个DIV上加一个has success 有has warning has error 等等 注意 这个变成了绿色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把这个直接复制一下算了 这地方加了control label 不加control label的话 这个label的文字是没有效果的 好复制两个 control c 看最后两个 用行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文本也变成了我们这个 has success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效果 那刚才上面这个呢 我只是控制了这个文本 只是控制了这个文本框 好这个文本没有控制 这个地方我们得加一个class clas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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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 你看 rest input 算了 这不给了 这样他文本也变成什么呢 绿色 就是它提供了几个样式 success呀 warning呀 error呀 就是分别是绿色警告色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红色 那大概就这几个效果 这success就是warning是error 这三个效果 那么只需要在form group上加个has success has warning has error 就可以 好这是我们的教业状态 那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只给大家讲了表单的孔介和孔介的状态 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那这一节的练习呢 大家还是把我们这个css中文手册这个文档 表达我们学过的 看到这个地方 从我们表单实例看到我们的教业状态 好这节就讲这么多